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据意大利记者斯基拉透露 马体会董事会正在考虑施蒙尼的率位问题 这位阿根廷教头可能在蔚来基州内被解雇 马体会本赛季的成绩难以让球队和球迷感到满意 斯基拉指出 球队董事会正在考虑施蒙尼的率位问题 后者可能在蔚来基州内被解雇 阿利基和普治天奴都在床单军团的选率名单之中 施蒙尼2011年接手马体会执教至今 帮助球队赢得两次西甲冠军 一次西班牙杯冠军 一次西超杯冠军 两次欧洲联赛冠军和两次欧超杯冠军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